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岸的广告业有一种鱼帮水 鱼帮鱼这样的一种机会 11月20日21点15分 中国禁酒海峡夜行 敬请关注 真实的台湾 前进的两岸 欢迎各位收看中国禁酒冠名播出的海峡夜行 大家好 我是叶青林 我们知道要把一个新的产品 一项新的服务 新的信息推广出去 最好的方式就通过媒体 尤其是电视媒体进行大肆的宣传广告之 我们简直叫做广告 那什么样的电视广告最深入人心 电视广告又会给企业主带来什么样的商机或者是经济效应 哪一些明星是由广告的推波助澜而在演员圈走红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台湾的电视广告业 节目一开始先请出在台北演播室台湾中国电视公司主持人黄晴 帮我们介绍参见节目讨论的三位来宾 黄晴好 清林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先来介绍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广告人范可清 各位好 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徐胜梅 两位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文化大学广告系副教授纽泽勋老师 十三各位大家好 电视广告最厉害的就是在无形之中 它可以催化了你 让你愿意掏钱出来买商品 而这广告的魅力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就先来看看最近几年在台湾电视上热力放送 引起广泛讨论的几则广告 广告卖产品最怕观众看过没印象 但这支广告没有一句对白 也没有大明信的代言 只请出几只可爱的小鸡 就成功掳获人心 广告中四只脖子受伤的小鸡 被其他小鸡嘲笑 没想到下一秒好戏上场了 原来由于广告中的汽车太有吸引力了 小鸡们忍不住要跟着车影转移视线 但由于车速太快 所以他们的脖子也跟着扭到了 而小鸡自然不做作的笑声 被网友誉为治愈系类外小鸡 而这新小鸡更成为比汽车还要红的新商品 而这支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视广告 更是唤起了一段被感动的记忆 一推出就造成轰动 广告中的主角来自于台南的一位徐妈妈 几年前她搭飞机到委内瑞拉帮移民的女儿坐月子 结束后自己一个人拿着一张女儿帮她写的翻译小抄 花了四天才飞回台湾 过程中海力已经因为听不懂海关的话 差点被拘留 点被拘异 这段勇敢母亲的冒险故事 三年后被改编成广告 再次转人热泪 广告要吸睛除了选角和内容 现在就连不露脸也可以成为话题 我爱红娘 红娘爱我 为您搭起有意的桥梁 首先带来兴趣访谈 经典的配乐和开场白 广告模仿台湾第一个配对节目 我爱红娘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这把快就支配啊 但广告中配对超快 掀开布帘后 男主角被穿着大红外套 梳着半屏衫发型的女主角当场下道 只是女主角从头到尾都没露脸 广告一推出就引发讨论 虽然看到最后才知道是防众广告 但没露脸的女主角反而更引人好奇 其实我们从小小当大呢 每天都有广告陪伴我们的成长 我不晓得这个三位接触过那么多的广告 刚才看到几只广告里头 哪一只是给你印象最深刻的 最近最流行的游戏就是Angry Bird 就是那种可爱小鸡 历史上小动物永远是吸引大家最开心的人 我觉得小鸡就是一个老少嫌疑的 那因为这一只广告啊 它其实它是一个系列啦 广告公司其实是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创意的发想 就是它用了不同小鸡的面向 刚开始大家有点看不懂 就为什么要行注目里 对对对 不过这是广告基本上的一种技巧 就是我不一定要让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它就是一种搞一种悬念的方法 或者是吸引你注意 可以创造讨论 结果呢你发现原来这些鸡 在被这个车看过之后 然后它自己也变成那个被嘲笑的对象 其实大家就清楚了 就玩耳一笑 它其实一点都不难懂 这就成功了 这就成功了 顺便那我们来讲讲温婷公事的好了 对如果从 因为其实女性观众跟男性观众去看广告 其实角度是不同的 大部分的银行广告呢 它比较诉求的是一个信任感 这只广告的催泪在于 就是我觉得它是跟它的要诉求的商品有了结合 也就是说我们这家银行 就像这个永远守候的母亲一样 你随时随地就是给我很多的信任感 你要来找我借钱也好 存钱也好 类似这样 我觉得最动容的是它的表现 非常非常的干净 干净的部分就是你不会看到其他的广告明星或艺人身上的东西 完全就是妈妈的味道 那那个妈妈的味道就是完全呈现在这个广告里面 我觉得非常的打动人心 我每次看我每次都要眼泪 牛教授 也请您补充一下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我觉得 红娘的广告我印象真的非常非常深刻 因为它其实非常非常的跳脱 它的梗其实非常的鲜明 它用了以前的 我爱红娘这样的一个节目 它只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重要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决策 你不能够只看一些简单的片面资讯就做决定 OK 那广告的一个后段 它就有讲到就是说 那家不动产的一个公司 它透过了一套机制 去帮你解决所有你看房相关可能要注意到的一个部分 它帮你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就说很多的广告 它都是解决问题型的一种广告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防众广告 它能它能透过空手元素 去跟解决问题 再做一定程度的结合 我觉得这个是这广告厉害的一个地方 没错 这个电视广告最重要就是 一定要能够打动人心 它必须靠好的创意 还得跟得上社会脉动 这就考验着广告人的智慧了 明明是汽车广告 为何这么说呢 强调防众 强调流畅 原来一开始扑的梗 结局是 广告求西金求创新 令人印象深刻的 还有这个梗 但是这一次我不想再等了 可以嫁给我吗 搞不清主题的求婚广告 原来是银行的大了头 好清楚哦 好看吗 同样是求婚 这宫起不备的方式 果真深深打动水瓶座女人的心 浪漫惊喜的剧情长达一分多钟 你看得出来这是喜饼广告吗 你说到这个铺梗呢 就是综艺节目里头 所谓的这个包袱 或者是这个效果 前面几个很多这个广告 都是铺这样那样的梗 那范大哥呢 是插头过很多的广告 你怎么看待这个广告 这个铺成的这个梗 广告铺梗 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 那你知道广告的标题的英文叫什么 就叫catch 它不叫是headline 它叫catch catch就是抓住你 我一开始 因为遥控器握在你这个观众的手中 所以我如果没有办法在前五秒钟 把你抓到的话 那我可能就从此之后 就跟你天人永隔了 所以广告人其实想尽所有的方法 他都是叫做起程转合 这个的技巧 第一步就赶快先抓住你 它不像是我们走进电影院里面 电影院你可以慢慢的玩 反正人已经进来 我门关了 门关了 灯关了 我就慢慢的来玩你 没关系 电视广告不行这样子 前五秒钟 甚至两秒钟 我们就要马上进入这个高潮 那我让你看到之后呢 我再慢慢的再去叙述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你刚刚看到那些广告 其实广告大门都是这样 譬如说这不是我的菜 这句话不是听起来 说那你来干嘛 这诉求应该就是年轻人吧 就算是年轻人 他这个 他不是我的菜 那我这个车子 我看起来不是我要的 那但是呢 他最后会就又返回来 再回马上说 但是我很爱 那年轻人喜欢这种东西 就玩这种 你知道吗 到我们这个年纪就看起来 你们这些年轻人就玩这种 小鼻子小眼睛的小游戏 可是它就会有效果 广告是一种 拔剌的艺术 它绝对不是什么高尚的艺术 大家不要把它想太多 因为它对的是普罗大众 它叫广告 它不叫窄告 它不叫狭告 它叫广告 广告就是我希望 所有人看到之后 都立刻血压上升 眼球放大 还是立刻神经 这个胶感神经 就产生你触垢力 所以广告不会是 我一向不认为 广告是要搞得一大堆人 听起来说 这个非常难懂的 所以我非常钦佩 我们那个有教授 他可以把我们 这么简单的一些艺术 到了学校的殿堂 可以把它讲得 这么深奥的理念 这是很难的 这是最招很难的 其实广告没有那么复杂 各位 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广告人也没有这么的 听起来说 这是像外星人一样的能力 广告人其实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如果我可以 做一件事情 可以吸引到我自己 我想我肯定 也可以吸引到别人 所以我们通常 频繁我们的创业 就是早上起来 刷牙的时候 想想我昨天晚上 半夜想到这个东西 是不是还让我兴奋 而不只是一夜勤 而已的话 那我就觉得 那我可以明天 跟客户提一提 然后我们可以 去跟小姐试试看 讲起来真的 没什么大道理 任何人都可以 做广告人 任何人 而且我们广告圈里面 充满了许多多怪咖 所以呢 欢迎大家 你如果觉得 自己是个怪咖 也可以来广告圈 试试看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像魔音穿脑一样的广告 就是我在台湾这么多年 听到最多的就是 控白控控控 控酒里控控控 控控控控 这那个高药的广告 健身中医 关心你的 一股心惊疼 一股心惊疼 就是 腰部 嘴干拌油尾 还是 腰部 嘴干拌油尾 嘴干拌油尾 做性腰疼 还是 起腿疼疼 有这种情形 车卡 免费电话 控白控控 控酒机 控控控 控白控控 控酒机 控控控 我想问一下 这个盛美姐 什么样的广告 会吸引到你 清零 我就延续你 刚刚说的 那个广告的 那个电话号码 那个叫控白控控 现在每一个人 都会被那个流行语了 其实刚刚 可亲大哥 他是大师 他真的是我的偶像 做广告真的不容易 大师已经提到 很多元素 那我小小提一下 就是 在广告里面的 经句 经典名句 你要怎么样 在这么短的字里行间 你要抓住人的心 而且让大家 朗朗上口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 有一支广告 大家还记得吗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我不知道 这是谁想出来的 手表广告 然后大家 对这个句子 就能够 一下子记住了 或者是 再早一点的 那个意识形态的广告 猫在钢琴上昏倒了 这么多年 已经十几年 这个广告词 我都还能够记得 其实厉害就创造了 流行语会 而且这个语会 你不能让大家 就是反复的播放的时候 你一点都不记得 如果能够第一次播出 你就能够背下来 那这个就是非常妙的 一个经典语句 那刚刚刚讲的 那个广告 他其实只是在一个当时 在民事的频道里面 用一个特案的方法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钱拍片 就舰长 你自己来吧 那就录一段 本来没 我是觉得 我是高度怀疑 那个业务 是跟这个客户的 基本上 糊弄他一下 你看你有做广告 没想到 他这样的做法 颠覆了所有广告人 广告人要讲策略 要讲创意 要提脚本 要化妆 要什么东西 结果他们都没有 他都没有 内视操作 他有一些事情 没有的事 就反而红了 各位 各位 那个什么 控巴控口 你也会做 那只是后来人 狗尾续雕而已 因为那个红了 所以我们就把他 找一个人来做 我们找一个人来做 很多人就模仿他 那是因为他荒谬嘛 你敢这样做嘛 我今天 如果有一天 范可卿提了一个 这个脚本 提给我的真的客户 在真实的世界 我提这个客户 我告诉你 一定被打回 一身英明 从此不诸流水 对嘛 所以你看看 广告最可爱的地方 就是什么 你有宫田 雕龙 画动的东西 你有民间 这种路边 小吃摊 两个都会红 你看 公不公平 对 公不公平 真的公平嘛 所以 欢迎大家 广告群 这个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永远不要认为 广告一定要那种规矩 它就是一个 破坏游戏规征的 游戏规征 还有一个广告系列 是超强的 我们也要带您来看看 这是一口羊枪羊吊 还带点喜感 这个广告主角 就是这个商品的老板 他自己来当代言人了 结果是效果奇佳 成功的跟他的商品 就直接画上了等号 这是快乐 听着一口羊枪羊吊 还有亲切讨喜的形象 达美乐副董事长欧阳新诺 第一支广告 当年在台湾 迅速打开知名度 我们对于欧阳的印象很深 就是相较于 他竞品来讲 欧阳等同于达美乐这件事情 是很久很久以前 就已经开始埋在小辈子的心里面了 从此他和达美乐 似乎画上了等号 和麦当劳叔叔 还有肯德基爷爷一样 想到欧阳新诺 脑海里就直接跳出 披萨的头像 蛮喜欢007 007 007那个蛮不错 卧虎装 对啊不错 刚开台披萨 全家大手 都该尝尝吧 而真正让欧阳新诺 感觉自己成了明星 是这一支广告 那支我们开始播 第二天我在草屯 草屯啊 对我在草屯 草屯店的前面 有一个7-11 我就走进去那个7-11 我走进去的时候呢 他们的服务员看到我 马上就唱 从1995年拍摄第一支广告 欧阳新诺累计的作品 超过20支以上 而达美乐也靠着 欧阳新诺的广告片 成功打进台湾 创下12亿台币的年营业额 站稳披萨市场 第二大品牌 其实这个欧阳真的很厉害 一句达美乐打了没 就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其实真的是 的确非常有梗的 欧阳新诺一个老外 他讲的洋枪洋调 然后他的那个电话 又比较好记 又有一些谐音 我饿我饿 要不然呢 打了没 好 这些都能够让一般的消费者 朗朗上口的话 对他品牌 当然有一定程度 加分的一种效果 所以老板 自己做一个代言的一个人 他都一定程度 能够创造话题 达美乐的老板 欧阳 他如果不是达美乐老板的话 我也会用他在广告里面 当广告演员 他本身有这个条件 因为他自己 不管他是不是一个 讲中文的人来讲的话 他其实在广告里面的表现 来看已经是达到 专业广告演员的水准 很夸张 我相信他自己也很爱 看起来就是个很爱线的人 再加上他因为也预算有限 所以他也请不到像 盛美这样的代言人来帮他做 对不对 所以他这样的一举多得 没想到就在台湾闯出了一条路 杀出一条血路出来 我相信其他的披萨店的老板 大概看了也牙秧 可是他自己想要披挂上阵 大概是拼不过他 对 范大哥刚才说的 说是要怪咖的这个想法 再加上很爱线的这个主角 广告就成功了 其实企业主投放广告 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说 能够抓到消费者 把自己的产品推广出去 那这些广告业者 就要用各种表现方式 去catch到消费者 去touch到消费者 抓住他们 感动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 那普通的民众对于广告的信任度 又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个主台记者的调查 一半相信啊 可是OK啊 七成 不完全性吧 表演性质比较夸张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就不会那么相信电视广告 参考用而已 不会拿来全球相信 太夸大了 或者是给我们的经验法则 是个好冲突的 通过刚才的调查不难看出 对于电视广告到底能不能信 又能够相信多少呢 每个台湾民众心中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们经常在广告当中看到的 全台第一 或者是最高 最大 最快 最省 店家如果要使用这些高级的形容词 可要小心了 因为有可能会触法 大力小商 谈贩交牌 什么全台第一 全鲜奶 独家 创始祖 台湾第一 咸淑鸡 到处都猛话自己是台湾第一 世界第一 小心 可能触法 民众检举成的电子公司 在网站上宣传世界第六大 亚洲受服市场第一 公平会认定 这是不实的错误引导 无法证明真的是世界第六 开罚五万块 台湾第一箱鸡牌 请问第一 你怎么定义 是谁给你的第一 如果你告诉我说 口耳相传 来吃过的 都认为我们是第一名 那对不起 我们很难接受 什么词不能乱用 第一 冠军 最大 最审 这些最高词的用语 如果没有客观数据 辅助 就是违反公平法第21条 无法举证 就会开罚 范大哥刚才也提到说 其实广告创业的很多 都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 这种夸张是有时候 就是博消费者一笑 人还记住这个印象 但是广告业者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 不可触碰的一些底线 比如说 这个只能夸张这个程度 其实我们在广告当中 我先讲广告组的禁忌 就是通常如果你拍太阳 广告里面不要出现夕阳 可以出现朝阳 两个其实看起来蛮像的 但是不可以是这样子 意义差很多 对对对 然后不可以下坡 广告商品不会被压住 不可以翻倒 不可以这样 这都是一些禁忌 可是这些禁忌 是我小时候的禁忌 我刚刚说过了 后来的广告 其实很多事情 都把这些禁忌打破了 我们刚刚看到前面的当中 有提到说 我是第一 我是最厉害 我是怎么样 这样的广告 其实我觉得 对于公民交易会来看的话 台湾的单位 其实有点管太多了 我们去夜市里面看 哪一家严书记 不讲他第一家 有人讲说 我是最墨家 哪一家不是说 我是什么六十年老店 我是干什么 这就是商人的一种花样 招式 消费者真的有这么笨 看到第一家就相信 过两天就看到第一家 就觉得你这家是坊 不是 这是一个手法 我觉得应该用 更开阔的心情来看他 我们这广告人 最可怜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一方面 要去博取消费者的欢心 另外一方面 还要避过政府单位 无聊的追查 你看看 这个广告人 比较辛苦的地方 是这件事情 台湾的广告业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公平会 那公平会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它可以管到什么样的程度 另外还有什么其他的 这个监管的办法 问一下这个纽教授 其实公平会 它其实就是一个 防止不公平竞争的一个单位 简而言之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有相关的法规 比如说公平交易法 那特别是对广告有关的话 就是公平交易法 第21条 它其实规范了一个虚伪不实 或者是引人错误的一些 广告里面的用词 潜字 或者是logo等等 叫做表示 或者是表真 所以它是有一套相关的一些法令 去规范这样的一个商品竞争 会被罚的就是夸大不实 对 夸大不实 宣称疗效的部分 对 宣称疗效 特别是这两个部分 你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的话 它其实也是保障消费者的 一个消费行为的一种 不得不然的一种方式 其实不论如何 电视馆里面是不是有水分 真实程度如何 它已经成为企业主 跟消费者之间 沟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 也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论怎么样 参与演出的广告明星 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我们接着来聊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我是叶晴林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台湾的电视广告业 电视的广告 不仅是架起了企业主 跟消费者间的沟通的桥梁 还为很多的广告明星 创造了商机 有一些明星 干脆就是因为广告 而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天王最新郭富城 虽然已经是熟男年纪 但是不管在电影或是歌唱 各个领域都还是保有 天王级的地位 不过在成名之前 郭富城只是大明星旁边的小舞群 当年的他在香港跑龙套当舞群 直到来台湾拍了这集广告 广告中无辜的眼神 当时迷杀了许多少女 每个人都觉得她就是广告中的女主角 就此郭富城靠着一双电眼和精湛武艺 在台湾闯出名号 爆红之后 首张专辑就大卖 招牌的首饰六四分发型也引领流行 广告明星变歌星 郭富城从台湾轰回香港 而当时如果没有这集广告发击 可能就没有现在的郭富城 其实演艺圈中的很多明星 都是因为拍广告而走进这个圈子 也因为这个拍广告而走红演艺圈 郭富城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所以美姐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里面的故事 那这个广告的设计呢 刚刚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 就是一开始那个女生 就泼了郭富城的水 就表示就是说不接受她的追求 有一些误会这样子 那那个女生 根据当时拍广告的工作人员说 他们当时选的是王祖贤的表妹 那他们一直以为这个女生会红 因为其实跟王祖贤的样子蛮像的 但是这个广告一播之后呢 这个整个红的其实是郭富城 大家对那个泼水的女生没有印象 大家对其实这个广告 到底在卖什么也没有印象 因为只有记得那个泼水 好可怜 因为那时候郭富城的那个 无辜的表情 太人了 是 再加上高明俊的歌 其实我不错 再加上他后面还要讲 受不了你的苦 反映当时年轻人的那一种心态 其实郭富城后来还拍了一支 小虎咖啡那个广告 也很有趣 那这些广告其实深植人心 所以也就是有所谓的 在台湾红 一路红回了香港 很多人说这个明星代言多少广告 或者明星的这个代言费是多少 是这个明星走红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现在我们就很难看到 这个没有明星是不代言广告的 顺便怎么看 大部分明星一般来说 他是没有办法抵挡这个广告的 尤其是大的广告 我记得前一阵子 陈龙跟房祖民一起拍了广告 因为说广告商其实是希望 林凤娇也能够一起入境 那几乎是不可能 我知道之前范大哥拍了一支广告 去找小小兵 那个时候呢 外界认为小小兵应该不可能 跟他的妈妈一起拍那支广告 非常成功 妈妈来拍了 而且那支广告呢 因为妈妈的加入 所以他是非常加分的 我好希望有个家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心愿 很多事情你会觉得 这个人应该不可能 去拍这样的一个广告 那就要看 就是刚刚范大哥讲的 就是看天时地利人和 怎么去说服他 或者是他的意愿如何 你知道我怎么说服他妈妈的吗 好 我听说那个故事 要你自己亲自来说 每次妈妈就知道了 我说小小兵会 慢慢慢慢就长大了 广告可以记录 你和小小兵 在他小时候的一个美好的时光 灯光美气氛家 你真是吹人热泪 妈妈你看 她已经跟你分开了 我们通过广告 让你在里面就下个美好的记录 当然大家都看到 值不值得 而且我说我只露你半脸 你绝对不会让人家认出来 所以你广告里面 你根本不知道妈妈 长真实长什么样 你记不住 但是你知道那个 跟妈妈 而且我说 小小兵在这个广告里面 他看到妈妈 跟他看到演员 演员妈妈 是两回事 他看到妈妈 他就完全回到一个小孩子 跟妈妈的感觉 可是碰到演员妈妈的时候 他就是变成一个演员 跟妈妈要笑 要怎么样 看到妈妈 眼泪就这样流下来了 就抱着妈妈 就趴到妈妈身上 那个感觉是完全真实的 所以这个广告 后来很感人 就是这个原因 真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就有越来越多 女性用品 就特别 改找男明星来代言 显然是想用 这温柔贴心的形象 来拉拢女性消费者 不管是刮胡刀 还是强调流线 速度的汽车广告 甚至是男性洗面炉广告 可以发现这类商品 大多还是找形象符合的 男性拍摄 但反观女性用品 可就不见得 局限在女性了 好朋友 好朋友 歌手罗志强 更是连续五年 都担任连锁美妆店的 代言人 甚至在韩国 还有男明星代言 New Bra 韩星苏志谢代言 New Bra 销售量还比过去 代言的女明星 成长了1.5倍 成为韩国第一位 女性内衣代言人 范大哥觉得男生 尤其是那些帅帅的男明星 来拍女性用品 真的 这销量会成长吗 要看是谁啊 我来就不行了 可以啦 不不行 之前大人哥也在拍 大人哥是最近串起来的 在上一代的人叫做 裴永俊 裴永俊也是很杀的 他也可以拍很多女性来讲 可是到目前为止 历子历久明星 我觉得是 完全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 十几年来 他都非常厉害 就是金城武 他基本上是 很杀很杀的 那大人哥 这个是因为 他一个连续剧出来的 这个一个表现的时候 偶像剧出来的一个表现 其实他都触动了 所有女性心中 那个最柔软的地方 我的大人哥在哪里 每一个人都希望 有个大人哥在那里 痴痴的等他 默默的关心他 永远不愿无悔的 去照顾他 哪个女人不愿这样子呢 那金城武是那个代表了一个 可望不可及 高帅 然后又很有质感 又国际化的一个男人 所以 这些明星看是谁 另外想问一下这个 纽教授 就是用广告里头 用明星来出演 和用这个普通民众 也就是我们称的 这个素人来演 他各自的优势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都有一些 相关一些好处 比如说你看 现在素人广告当道 就是素人代言 他其实凸显出了一定程度 有亲近性嘛 他就是可能是我旁边的邻居 大哥大姐 小妹大嫂等等之类的嘛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素人代言 他会相对 当然比较便宜嘛 第三个 你当然就广告代理商来说的话 你比较好控制 比较好control 因为他们也比较不会挑脚本 他们会认为 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那素人代言的一种广告 基本上他的脚本的故事 戏剧张力 可能要稍微比较强一点点 那通常来讲的话 卖的产品 都是相对比较 可能日常生活用品等等为主的 比较便宜的 那一般的明星代言 名人代言来说 比如我们说艺人代言 他代言的产品 可能都相当来 程度比较贵 代言汽车 代言家电 或者是代言建商的房地产等等 好 我们继续一下广告之后 来聊一聊 两岸广告业的合作现状和未来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中国禁酒冠名播出的海峡夜行 我是叶青林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电视广告 其实早在20年前开始 两岸的广告人就开始合作 台湾的很多创意团队 纷纷进军到大陆的市场 现在很多非常知名的 大型的大陆的广告公司的创意团队 都是来自台湾 我们现在两岸的电视屏幕上 都可以互相看见 对岸的影视歌明星 在上面平平地 来帮各自的产品 来进行宣传跟推广 眼尖的你发现了吗 这支大陆广告的背景很眼熟 没错 就是台北大直的百货广场 而另一支茶饮广告 也在台中是豪宅地段 七期宠话区 拥抱着我 茶尾飘香 近年来大陆广告不难发现台湾的影子 除了跨海来台取景 更爱找台湾明星代言 就是有持续的好表现 小天后蔡依林光是去年就拍了21支广告 赚进4.6亿台币 周董价码高 十支广告也有3.8亿 小猪罗志祥不遑多让 3.5亿紧追在后 你为什么就和我做对啊 喜欢你啊 但同样台湾明星台湾取景 大陆广告不似乎偏爱直接有力的风格 强调健康活力就要跑跳碰 凸显清爽畅快 一定得飘哑飘 用心享受好回甘 我们也看到 其实两岸的这个广告的表现手法 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范大哥 请问具体表现在什么样的方面 这个跟消费者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因为台湾人喜欢 在拐弯末角里面领悟事情 对岸的这个消费者喜欢大直白 大家开心点 台湾人因为消费群 大概女性的消费群 整个市场上占了70% 男生的消费市场上30% 而这30%又常常被70%控制 所以呢 所以台湾女性在想什么 我们就会做什么 那台湾女性到底在想什么呢 这问盛美就知道了 对不对 大家很多的讨论 有很多的批判 跟很多的这个研究 所以台湾健康意识 环保意识 公众意识 男女平等意识 家庭观念 所有相当的事情 都有一番大道理 那因为这个大道理关系 所以广告不可以太过于直白 太过于直白 人家觉得你 这样子看不起我的智慧 所以你稍微要转几个弯 那你转弯又不能转太多 转太多 你就觉得你这样搞的 大家都不懂 所以呢 台湾的广告人 我现在要必须说了 广告人最难当的地方 就是刚刚好拐弯 拐得刚刚好的角度 但是呢 又让人家清清楚楚 好 所以有暧昧 有隐晦 有暗示 但是呢 你就非常了然于心 所以台湾人广告喜欢 看完广告之后呢 自己下结论 而不是广告里面 直接告诉你 赶快买赶快买赶快买 他不理你的 他告诉你 这不是我的菜 他喜欢玩这种游戏 类似就是这样的情况 台湾一个知名的 广告公司的董事长 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应该把自己的角色 看大一点 走出去 对于台湾的广告业者来讲 登陆发展是一个可行之道 那么请范大哥跟纽教授 或者盛美姐跟我们聊聊 未来两岸广告业的合作的 发展的前景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台湾有台湾的一个优势 比如说台湾的广告人才 或者是台湾的广告的一种 创意发想 或者是台湾广告的一些策略观 其实我觉得都能够提供 大陆广告业 一个脑力激荡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机会 但是大家也非常清楚了解 大陆的市场非常非常大的 台湾广告业如果能够前进大陆这样的一个市场来讲的话 基本上也可以开创另外一片新天地 我觉得合作关系它的确也是存在的 这所谓静和的一个关系 或许能够让两岸的广告业有一种 鱼帮水水帮鱼这样的一种机会 其实两岸已经各方面都在合作 更何况是广告 那我比较少看到就是有一个广告的面向 是它能够去说明或者是能够点出来 现在其实很多台湾人他可能到大陆去工作 或者大陆人在台湾工作 这样的一个生活面向 也就是刚刚范大哥讲的说 因为两岸的消费者跟对文化 对广告的看法还是有一些差距 如果将来能够有一些广告 是能够呈现这样一个面向的 我是蛮期待的 两岸蓬不发展 这绝对是好事 广告圈绝对不缺乏任何一个新人的加入 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行业 我期待有更多两岸的人才 可以在广告圈里面 为两岸创造非常好的广告的作品 好 谢谢黄欣 谢谢三位来宾 参与我们今天你们讨论 给我们带来很多广告背后的故事 原来看广告 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现在广告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不管你愿不愿意 它都已经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所以不管我们看电视剧 或者看海峡夜行的时候 加一点广告 大家多一点忍耐 我们更多的期待是 会有更多有创意的广告 赏心悦目的广告 出现在我们面前 有时候看广告真的也是一种享受 好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夜行 我们下期再见